你给我下车 杨康 放开 杨康你受罪了 给我下来 跟我走 走啊 好痛啊 干嘛呀 我受伤了 别挡住我视线 想一起死的 谁要跟你一块死了 跟你一块活就已经够倒霉的了 彼此彼此彼此 如果你不想找麻烦 明天立即给我搬 凭什么你让我搬我就搬 随你 不听我的话 后面发生什么 一切后果由你自负 喂 在搞什么呀 你爸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爸把你当成我的女人了 我是真的扛不住 你说你这个女儿 怎么可以三天两头不回家呢 去我的女儿呢 是需要勇气的 我杨康 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勇气 现在知道缺了吧 你干嘛 你干嘛 打电话回家这么晚了父母肯定会担心你 你让我拿一个陌生男人的手机 给我丈夫打电话 你有丈夫 没错 我是一个有丈夫的人 所以修对我有非分之想 你到法定结婚年龄了吗 早就超过了呀 我只是长得比较年轻啊 那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称呼你为大婶 大婶 我看你才应该是大叔大爷 让你这种粗俗的女人 坐在我车里 简直是糟蹋了我的车 你 要不是我受的教育 让我不能深更半夜 把一个女人扔在大街上 我一定 开门 开门 开门啊 坐你这种男人的破车 竟然遭了姑奶奶的屁股 喂 行了 就到这儿吧 不用送你进去吧 不用 要是被我爸发现了 我就死定了 你怎么不会你和丈夫的家 回你爸爸家 你管得着吗 那边那个年纪大的 就是你爸爸 这年轻的应该就是 是我哥 杨康 你给我下车 杨康 放开 杨康你喝醉了 我下来 跟我走 走啊 我臭你心吗 杨康 走 放开 杨康 你喝醉了 来啊 你 信不信我抽你啊 好了好了 伯父好 别拦着我 我 杨康你没事吧 让您 没事吧 伯父 我改日再来拜托 不 请进屋弄长 不用了 别闹了 一定能抽的 好了 疼吗 疼吗 啊 哎呦 是倒霉孩子 哎呀 行了爸 我好不容易灌了他一碗 再灌又该吐了 吐了好啊 吐了兴许就好了 啊 是不是 来来来 再吐就吐胆汁了 哎 我说 刚才那小伙子 是 是不是你 男朋友啊 爸 我是有丈夫的人 这 现在不是流行离 不是流行离婚 这个词吗 你是我亲爸吗 不是 这天底下 有你怎么当父亲的吗 套儿 说爸之眼啊 你那结婚证吧 就是一张纸 你们不定什么时候出问题 现在急刹车 还来得起 我要洗漱了 晚安 爸爸 哎 晚安 套儿啊 嗯 爸爸可跟你说正经的 你得听得进去啊 那小子不适合你 早晚得离 晚离不如早离啊 去 去 有车 肯定有房啊 有房子 有车 肯定有钱 人看上去啊 稳重 有风度 像富家子弟 这小子不错啊 这才是理想的女婿啊 女儿跟着我吃了那么多苦 跟着那个没出息的家伙 还不得受一辈子的苦啊 不行 结婚没帮忙 离婚一定要帮忙 好 好 好